介紹帶您看 氣候暖化讓不同品種的南極企鵝出現了不同的命運 研究人員發現 分布在比較寒冷地區的阿德利企鵝 最近幾年數量急劇減少 但是生活在比較溫暖環境的巴布亞企鵝 數量卻是穩定上升 發出咕嚕咕嚕 雨壓壓叫聲的巴布亞企鵝 群聚在致力位於南極的科研基地附近 忙著孵卵孕育企鵝寶寶寶 巴布亞企鵝又稱為金圖企鵝 眼睛上方有一道顯眼的白色斑紋 嘴巴兩側抹上了紅唇 奇特的外型特徵 為它贏得白眉道長的稱號 它也是企鵝家族中游得最快的物種 近年來 巴布亞企鵝數量穩定上升 目前全球有77萬4千隻 2018年已經從禁為名單中除名 就定為無為物種 中國科學家最近在南極半島附近的 阿德萊德島進行考察 發現巴布亞企鵝數量的確顯著成長 島上的巢穴數量已增加到8000個 可以看到它這個企鵝就會形成這樣一個 一個小的這樣一個繁殖群 或者底下那種連成片的一個大的繁殖群 然後像這種小的群呢 我就可以就是人工直接去數 而對於比較遠處的那些 比較連成片的企鵝繁殖群 我就需要去非無人機 但研究人員同時發現 近年來島上的阿德利企鵝數量銳減 目前它們的巢穴只剩下200個 科學家推測 阿德利企鵝偏好生活在南極比較寒冷的環境 而巴布亞企鵝喜歡比較溫暖 確認平均氣溫在15度左右的亞南極地區 隨著全球暖化 南極冰層加速溶解 對阿德利企鵝的生存較為不利 另外起流感疫情目前也傳到南極州附近的群島上 已經有200多隻企鵝感染死亡 其流感病毒有可能進一步向南極州擴散 對已經受到暖化威脅的企鵝物種造成衝擊 公視新聞的公民片一